就是小人物有一些难对吧 我知道就是因为小人物的话 他的人物的这些线条啊 这些造型呢 他的把握是会有一些难度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在画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放大一些去画 就不要咱们发的那个图片嘛 它的面积是比较小的 你可以放一些比较 把这个图片把它放大 画到你的指线的时候呢 同样你可以按那个比例放大去画 看一看这一期的作品 等一下我打开那个群相册 现在能不能看得到呢 大家看一下绿四位同学上传的就是146 它的是最多的 然后它也画了很多很多 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作品 是的 它从开课 然后一直 一直画一直画 中间都没有停 你看这个下面是他刚开始画的时候 是一些线条 然后 中间呢 他还画了一些 宋代的小品 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篮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动物 这个呢是他创作的素材 等一下我们也会一一讲的好 就是绿四位的话 他画了很多宋代的一些小品 所以他的基本都非常的扎实 然后他现在也尝试再画一些 比较大一点的作品 还有一些创作 你看从下面最开始的时候 从勾线 然后到脚趾 然后客场的作业 每一次好 每一次都有很大的进步 其实公笔的话它是需要一些时间的 所以这个呢也是他就是这几个月一直在画 然后慢慢慢慢的积累 咱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哈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了没有 我好像还没看到他 就是丑于婆婆 下一期公平明天开课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哈 就是咱们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 他也画了很多作业 这个呢是他一开始画的 公笔的话 他其实是非常讲究这个线条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从这个基本的线条去练习 他画了你看 这是他就是一些课外的作业 课外作业就是没有老师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细节 是他自己慢慢慢慢摸索出来的 看这一幅 还有很多宋代的小品 这一幅呢是他自己在家 然后发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构图 然后他就自己拍摄下来 然后就画成了这一幅作品 我觉得他的整体的构图啊布局啊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个创作 这个呢也是他的 他创作的这个有没有觉得特别有意思 这幅作品是他从他家里面拍摄的 然后这个是一只猫 这三只小猫呢是一个挂立上的 然后刚好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呼应 我觉得这个构图非常的有趣 是不是 然后呢他到后面慢慢慢慢积累了 他也画了一些这种比较古典的一些作品 你看 这一幅我可以把它缩小一些 就是前期的话画工笔前期的话主要是 练习一些线条 然后一些颜色 主要是去要学会怎么去染 染颜色 和咱们采迁也是一样的 它是要一遍一遍的去染 一遍一遍的去加 咱们再看看 面团的作品吧 找一下咱们面团的作品 欢迎唐吉柯德 唐吉柯德 这个是面团的作品 我觉得面团呢 它的特点呢 它就是用笔非常的肯定 然后线条很扎实 因为他之前也学了写意 所以他在这种线条方面 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所以它的线条非常有力度 而且很肯定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画的一种铁线描 这个是咱们上课的一些内容 面团的信息又回来了 给大家看它的作品 我觉得它的作品是非常的细腻的 它的颜色很细腻的 把控的很好 这个呢 是一个 也是一些宋代的小品 因为工笔画的话 它先是从宋代 宋代有很多很多经典的作品 我们是从一个非常经典的 这些作品先去临摹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进行创造 这个呢 我们是从宋代慢慢转变到现代 学习一些现代的一些技法 然后大家在上课之余呢 还会练习一些其他的作品 咱们会上传一些素材图 像面团 它有练习一些这个 琵琶山鸟图 这个 这个是琵琶山鸟图 也是宋代的一个小品 你看 它画了 它画了很多 大家可以 如果没有了解过工笔的同学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工笔 它的这个绘画的一个步骤 它先是从这种 基本的勾线 勾线 然后染色 你看它的过程 1234567 你看它是一遍一遍去染的 但是这个染 染的这个技法里面呢 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这个呢 这个后面 面团它还画了一些团 编线在里面 面团画得很棒 然后这个呢 是它一个创作的一个作品 也是自己通过搜集一些素材 然后一些 仔细的观察去表达的 这个是一幅暖色调 今天刚好还有一个同学送来了 柿饼 柿子 好大家看到了这个面团它和其他同学的这个材料会有一些不一样 这个是一个团扇 团扇它是用捐捐去画的 其他的呢是用熟旋好用熟旋 这个是画工笔的两种最重要的材料 一个是熟旋一个是捐 但是它们两者共同的特点呢 都是 都是可以三番九软让很多遍的 对啊我吃到柿子了 我还没开始吃听说非常甜 再给大家看一下紫锦 这是咱们 咱们班紫锦同学应该 大家也比较熟悉吧 最近一段时间他的 亲人还生病了 他在 陪伴亲人的同时呢 他还要自己去画画 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的可贵的 因为 他很多 很多次跟我说 他说他 时间比较紧张 要照顾家人 还要 抽出时间来画画 捐多贵呀 这个捐的话是要看情况的 捐的话他是分 这个丝 就是 4丝 和6丝 对面团他买过应该会比较清楚 这是咱们班紫锦同学的 作品 大家看到他的 过程图也是非常的多 你看这一幅 出水芙蓉图 从勾线然后上 上色 上底稿 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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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 然后最后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是不是很好看 觉得好看的同学请敲一个6 你看他的 这种整体的颜色 这种整体的色调是很好看的 而且他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 这个挂在我们家里面也是非常好看的 工笔和彩迁哪个费劲 我觉得 每个画种他的技法会不一样 他都会有 各自的一个不同的特点 我们不能说 这个工笔画起来比较费劲 还是彩迁画起来比较费劲 这个得看个人的情况 可能有些同学比较喜欢工笔的话 他就觉得这个工笔很好玩 他是染颜色 而且他会比较喜欢 这种 颜色的变化 蓝月说都费时间 这个后面就是他的一个创作的一个过程 也是从 搜集这些素材 然后 通过一些 构图的一些知识 去画 整个的构图 然后去创作 咱们 今天的毕业作品呢 也都是通过 大家 自己的一个创作画出来的 这个呢也是 紫锦同学最近的一幅作品 叫红白芙蓉 这个画画是会上瘾的 其实 画完一幅又一幅 挺不下来 对 这个幅花也是一幅比较经典的作品 叫做红白芙蓉 因为他是 公比嘛他是偏花鸟会多一些 好的我们 刚刚已经看了很多同学的作品了 其实我们画画呢都是一个过程 然后也是需要 持续不断的努力 你看看像绿刺猬啊 面团啊 紫锦啊 还有这个温柔毒药啊 他们都是 从开课到现在 然后一直都在画的 尤其是绿刺猬和丑余婆婆 丑余婆婆呢 他画了14幅课外作业 满分是15分 他画了14幅 因为他 真的是非常的努力 从 开始 然后到 现在还继续在画 欢迎谈生 欢迎谈生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啦 欢迎大家来到优化教育工笔三期的毕业典礼 我是东欣 刚刚呢已经给大家看了一下 工笔班 同学的一些作品 是不是觉得 也非常想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毕业典礼呢首先我们是 根据 大家平时的作业哈 这个毕业成绩是根据 课堂作业 纠改作业和课外作业以及毕业作品 共同来 评价的 所以呢 首先 首先 是这个课堂作业 我们 这一次课呢 它是分为两个阶段 两个阶段的一共有20节课 每一节课呢 是 两分 所以 课堂作业分的就是 40分 画一幅工笔要几天 这个是要看 画面的尺寸或者说是 这个 颜色 有一些颜色比较淡的话可能时间会短一些 第二个呢是作业的修改 像工笔的话我们一般作业修改分都是 如果你画了的话 一般作业修改分都是满分的 因为我们要画一幅作品是要通过一次一次的去调整的 好第3个呢是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15分 每幅是1分 课外作业是 还是 有一点难度的 目前为止最高分的就是 丑于婆婆 她画了14幅的课外作业 所以她离 这个15分就差1分 工笔是 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上手的 所以 你只要去学 都是可以画出来的 第4点呢是 毕业作业 一共是35分 然后 毕业作业的分数呢是我们 幼化教职部的 老师们共同 点评的 咱们毕业作品的要求呢是风格和题材不限 是原创的作品所以 等一下给大家看到的 这些 毕业创作呢 也都是 同学们根据自己 平时生活的一些素材 或者说是感兴趣的一些题材 去 提炼和创作的 所以 他们的作品都是原创的 这些同学 画了毕业作品的同学呢 我觉得可以参加 来一下咱们 幼化的一个 画展 直接就可以参加了 直接拿着这些作品就可以参加了 像绿刺猬啊 然后紫颈啊 面团啊 这同学都可以去参加 欢迎丑鱼婆婆 终于等到你了 我还以为你 你没来呢 我们的 毕业作业呢 是 不算入这个课外作业的 然后课外作业是 15张以下为 满分 也就是15分 咱们的总分号是 100分 然后60分呢 就是 及格分 就可以领取 电子版的 毕业证书 因为 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同学课 会比较忙 或者说是有些时间 耽搁了 他就 没有 时间来得及 跟这些直播课 嗯 这部分同学呢 你就可以 咱们在四期工笔开课的时候 还可以在一起学习 学工笔必须学国画基础 就是为什么说要先学写意呢 因为写意它其实是 我们一直在强调 是要学线条 以及 四期给打个折 可以呀 因为 因为写意的话 其实是非常锻炼你的用笔 以及 整个颜色的一些把控的能力 所以呢 我们 又画的话就是 建议大家去在有 学写意的基础上 然后再去学习工笔 这样 我们 在画的时候呢 会更加容易上手 好 上面呢 就是咱们整个这个成绩的一个评定哈 接下来呢 就到了 非常 激动人心的时刻啦 有没有很兴奋 拼个团哈 好的 那我们的 毕业考核的第1名 就是丑于婆婆 丑于婆婆真的是实至名归哈 我们先看一下她的奖品 然后 带大家看一下她的作品 另外有抽奖吗 有的 嗯 写意改不了 因为写意的话 它是一笔成型的 所以呢 我们先要去 仔细去观察 这些 作品 然后再去下笔 好下笔才有时 这个925是不是丑于婆婆呢 小美人丑于第一名 对的 第一名丑于婆婆 她的 她的成绩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嗯 她的每一次作业都 化了 然后她的 这个 这个是她的创作 这个呢是她的 毕业作 这个是她的课外作业 14分 所以她的 总分呢是98分 98分 所以她是实质名归的第一名 哎 两盒颜料了是不是 对 第一名的奖品是吉祥严采 我觉得丑于婆婆你 你可以用这一盒去画一些 莫谷 因为这个画莫谷也是非常好看的 因为你之前一直都是画 工笔嘛 用这个画工笔 画莫谷 画血液都是没有问题的 颜色是非常的漂亮 恭喜丑于婆婆 你看 刚好呢 这个 第一名的奖品里面就有这个 方形的首宣 用这个呢 咱们学 解义的时候 也用到了这个 方形的 首宣纸 你可以 画 这个 莫谷的作品 都是没有问题的 莫谷有单开课程吗 后面我们 会有安排 提上了日程 然后呢 这个里面 还有咱们 优化定制款的 杯垫 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精美呢 两个 很好看 这个是 第一名的奖品 咱们请丑于婆婆发一个言 看他是怎么样 就是持续的 持续的学习 然后又非常的自律 画画其实 它是一个 非常需要 自我驱动的一个过程 好 不论他 要他的作品 想要他的作品 他都非常舍不得 因为都是 通过自己 一笔一笔 一符一符 然后可能 深夜挑灯在画 然后画出来的 我觉得如果我有了这些作品 我看到这些 作品我都会笑 心里会非常的开心 欢迎路过的 小鱼鱼 这个是 第一名 咱们的 今天的奖品 会到时候 收集 大家的地址以后统一发给 发给大家 好 这个是 丑与婆婆 第二名呢 是绿刺猬 绿刺猬呢 他也画了很多 好这个是 绿刺猬的这个 成绩 他的 毕业作品是 最高分 然后 他画了 九幅的课外作业 也是非常的多的 刚刚我已经给大家看了 他画了很多 宋代的一些 小品 然后还 现在又在画一幅 老虎 咱们看看 绿刺猬同学的奖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西林色的印尼 有没有很好看 这个印尼有没有很好看 因为咱们 诗书画意 诗书画印 很多同学在 嗯 画这个作品的时候也是会 需要用到这个印尼的 而且你看这种 这个印尼 这个 盒子 是这种豆绿色的 也是很漂亮的 也是很漂亮的 里面的颜色呢 是 偏 猪 朱砂一些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就是 勾线笔 咱们 画工笔画轮 用勾线笔是用的非常的多的 所以呢 这个奖品里面好 就会送到一支勾线笔 而且我们的 这个勾线笔也是非常好用的 主要是 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定制的杯垫 我就 刚刚已经展示了 现在就 不一一展示给大家看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第三名 都有谁呢 印你好没有印章 印章的话可以去课一个 新名章啊 闲章啊 各种都可以的 第三名有有三个人 并列第三名 面团了 面团现在还在不在 出来领奖 并列第三名 对 是 温柔 独药 紫锦和面团 面团咋不好意思的呢 他们三个的分数呢 他们三个的分数呢 都是 是一样的好 是一样的 并列第三名 这个是 温柔毒药 然后 紫锦 然后是 面团 优秀的面团 好 那看一下他们 三位同学的这个 奖品是什么呢 是 青椎 大号的 尖豪毛笔 你看就是这一只 这只尖豪呢 就是 咱们在 国画班的时候 常常用到的 是用来画血液的 画山水和 画花鸟都会用得到的 煎豪笔 这只特别好用 然后笔封也很好 用过的同学都知道 恭喜这三位同学啊 并团已经发表了 获奖感言 第二个呢 是这个 交繁水 因为我们知道 在画公笔的时候呢 会遇到一些 让我们 头疼的问题 就需要用这个 交繁水来解决 因为画面 不是呀 你的你的奖品是 青椎 这个煎豪啊 然后叫 交繁水 以及这个 杯垫 有三个 这个 交繁水呢 就是用来 补 我们画面 如果有漏繁的地方 就可以用这个 交繁水 来补 有没有觉得很搭 咱们再看一下 第四名 这个 就是咱们的优秀奖 优秀奖呢 是 墨土和孕儿 墨土和孕儿的分数是一样的哈 这个是 墨土的 然后孕儿呢 是 这个 他们的这个奖品呢就是 勾线笔和杯垫 咱们 化了毕业作业的同学好 都有奖品 是不是我们在以后 化的过程当中就 更加有这个 动力了呢 是不是 补不了 对吧 膠繁水 它是 它是补 就是补特定的这个 熟轩的 它其他的是补不了的 水彩纸也会脱胶 对吧 那水彩纸肯定是也是用 很特定的材料来补的 好的 那恭喜上我们的这七位同学 获得了我们的 这些奖品 请这些 获奖的同学呢 到时候联系一下班主任 然后 我们统一 在课程结束以后呢 再邮寄到大家 然后 咱们结业证书是 电子党的哈 这些同学呢你就可以 发一张 普遍 照片给我 美美的 美美的照片发给我 然后 再发一份 毕业证书给到大家 咱们在课堂打卡呢 还有一些 福利 有一点懵 CIP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这个是 我们是 诱化教育 那我们在本次的 课程之间呢 将 上课的截图 或者完成的作品 发到 朋友圈 或者说是 微博 以及空间 打卡的话 就可以获得 新美的 奖品一份 结业证书可以看一下吗 结业证书的话 我现在这边 没有 到时候会发到大奖 然后将这个截图和网址发给 咱们的 单主任老师 你就可以领得 一份 精美的书签 以及这个冰箱贴 欢迎圣夏禅明 这个冰箱贴也是非常好看的 之前我也拿出来展示过 宫米课具体的 课程的内容是什么 嗯 这位可爱可以 让我们班主任联系一下你 然后 再将具体的内容告诉你可以吗 好的 好的 那刚刚我们已经 颁完讲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 东笔三期的同学的 一些 作品的内容 这个后面看到没有 一不小心又暴露出来了 可以呀 可以呀 天华同学是有什么 问题吗 好的 那我现在就从 咱们 同学的作品哈 一一给大家 做一个分析 现在大家应该能看到这个画面吧 好的 好的 那这第1幅作品呢 就是 绿四位同学的一幅 毕业创作 这个呢 也是经过咱们 也是经过咱们 嗯 也是经过咱们 教职部的老师 共同来 商定的哈 的分数是最高的 最高的 哎 看一下这一幅作品 他画的呢 是 对他我们很多同学 他在 画完之后呢 会用这种框表起来 有没有感觉这个气质一下就提升了很多 这是他 完完全全是大家就是 在学习 课程之后然后自己创作的一幅作品 好大家可以 先 欣赏一下 然后从画面的一些 整体的一些 构图啊 布局啊 然后颜色的整个色调啊 绿四位同学有人想买你的作品了 跟他联系一下 看来我们画画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好 不仅 你看 我们 挂在家里面不仅可以欣赏 还有人会去想要买你的作品 这个挂在家里面也是非常典雅有气质 有这种氛围的 首先呢 我 从画面整体的布局好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幅作品 为什么要 把它就是 定作为我们第一名的作品 首先大家看一下他整体的这个 构图与布局的空间是非常的完整的 你看这种 这种地方 它是有一个空间的一个对比的 它其实它的整个色调呢是一些 偏仿骨的颜色 我发现了绿四位他很喜欢 仿骨色 因为他画了很多的宋代小品 所以 他的作品当中会不自觉的 带有一些这种 仿骨的色彩 从整个画面来说 它的 布局构图 然后用色都是非常的完整的 这个里面 大家看一下 他画的是一个 这种残核 然后后面的是一些 金壳 这个呢它是有一个这种 一个 残核 然后后面是一些 这种 金壳的一个对比的 是有 这种新与旧 新与旧的一个对比的 而且 整个的 颜色 你看这一块 因为他这一块 这个鸟 它是画面的一个主体 所以他 画这一块的时候 颜色对比 还是比较强的 它是有实 有虚 有虚实的一个变化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我在后面 这一片荷叶画的 画的很 很跳 就是颜色很丰富 那他就没有强弱的对比了 大家只要通过学习 都是可以画出来的 这四位同学我给他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 他的这种色调已经把控的很好了 后面的话呢 我是希望他能够多多去观察一下 生活 中火的一些细节 因为绘画 因为绘画他本身 也是从生活中来 然后 又从生活中去提炼好去 因为现实生活中是没有这种 这种构图啊 这种感觉的 而且他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一些 平时的一些观察 然后去 对于整体的一个把握 我才画成了这一幅作品 我是 希望绿思维同学能够再去深入的观察一下 生活的一些细节 对 艺术来源于生活 而又高于生活 之前就是苏北军 老师他在 这个课程当中讲过 他画那个 出水芙蓉图的 荷叶 荷花 他在生活中拍了上千万张 但是 就是没有一张像 那个出水芙蓉图的 这种 那么完美 而且呢 他的这些细节方面也表达的很好 主体物也很突出 咱们 看完绿思维的这个毕业作业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他平时画的一些作品 看看他平时 都有 都从哪些方面去着手的 有可能会有没有 对 可 有可能会有多的 还有一点 我会有的 这些细节 有可能会有大事吗 有可能会有否 有可能会有可能会有的 这种 是 我发现绿四位同学 他是比较喜欢那种 颜色会稍微偏灰一点的这种色调 大家有没有发现他的这个 你看他的这个毕业的作品 和他平时的一些 画的一些内容会有一些衔接的 欢迎小影 这个呢也是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的一些勾线 然后会讲到一些画面 这种色调如何去把握 然后我们的课程呢是从 简单的好是从勾线 然后到单个的物体 也就是说画这种比较简单的 像这个脸膨 后面又画到了 这个出水芙蓉图 这个课程也是从 简单到复杂的然后一步一步递进的 低调点我看到你了 然后就是这块是一些宋代的小品 这个猫呢是我们的课程的 第二阶段的一个作品 是现代画家形成爱的一个作品 我一眼就从人群中看到了你 而且他这个宋代的这个花篮 他真的画了很多遍 大家看一下 因为像工笔的话我们画过的同学就知道了 他的颜色要从很薄的时候开始去画 就像采迁叠色一样 但是呢他可能比采迁叠色还要就是颜色的层次还要更加的丰富 所以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一幅画完的作品就知道 你看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的 你比如说像这个花篮这个 这个提手的部分 你看这种细节 它里面是要勾线 然后一遍一遍去染 这种花的话也是染了很多遍的 才达到最后画面的一个效果 我特别喜欢他的这幅作品 而且呢这个整体的色调 然后这个画工笔的话 他因为他的细节比较多 所以呢就是需要有一些耐心去画 因为他不像写意 写意你可以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 你就能画出一幅作品 但是工笔的话 他可能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或者说更多的时间去画 而且他这种细节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主要是我们最后画出来 会有很大的成就感 这个呢是他后面的一些创作 他还画到了一些动物 这个小毛大家看一下 这个小毛呢 他用到的是一些丝毛的技法 你看这个小毛身上的这些毛发 是用勾线笔一根一根一根勾出来的 所以他的细节很多 而且这种地方你看他的颜色是要去染 而且他的眼神特别有神 有没有发现 后面的就是他创作这个毕业作品的一些过程 收集的一些素材 这个是画的是琵琶三鸟图 也是宋代非常经典的一幅作品 咱们紫锦同学也来了吗 咱们紫锦同学也来了吗 这一幅呢是他准备要创作的这一只小老虎 这个呢也是送来了一些小品 你看这个小鸟身上的这个绒毛这些羽毛 有没有看到这种细节的部分呢 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这个小鸟给人一种毛茸茸的感觉 欢迎紫锦 你终于来了 刚刚咱们已经颁完你的奖品了 好的 那这个就是咱们绿刺猬同学的作品 就是希望大家 虽然说我们这一期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但是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坚持的画下去 画这样一幅画得多久啊 嗯 如果你持续的画的话呢 可能是需要几天的时间哈 好这个是绿刺猬同学的 第二幅呢是咱们丑与婆婆的 丑与婆婆的也是加了一个外框哈 这是咱们丑与婆婆的作品 刚刚已经也跟大家介绍了她 她在整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刻苦 非常努力的 而且她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是可能平时大家很 还要上班啊各种哈 呃时间也比较紧凑 但是她总是能够挤出时间来画 在中午休息的时候 大家都去休息 然后她 就是利用中午的这段时间还去画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整幅的作品 格调也是非常的高雅的 这个呢 她的整体的画面的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是的呀紫锦同学 刚刚已经 你是和面团他们是并列第三名是有奖品的 跟小然一样刻苦 小然同学我还不是特别的了解 好反正我 呃 丑于婆婆呢是真的是我 见过的就是最用功的同学 等一下我们也会给大家看到她的一些课外的作业 这一幅呢 她的整体好整体的构图与布局也是非常的完整的 然后她有一次就说本来哈本来她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窗户 门窗 这上面是没有这个窗帘的后来她看到了一幅就是这个关于这种窗帘的 我觉得搭配上去也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呢 加上去以后呢果然觉得画面就丰富了很多 而且画面它是这种蝴蝶 你看这个蝴蝶呢 它是一个一个动一个镜 它有这种动静的一个一个结合 然后花呢 花是有这种颜色的一个冷暖的对比的 所以整体的它也是一个偏防骨色 但是花栏这一部分呢是很突出的 就是你一看就看到了这个花栏哈 然后下面的这个是 果果 这个也想买呀 这个呢也是她自己就是原创的一个作品哈 然后我给她的建议呢就是 希望她能够就是去画一些这种小的昆虫啊 小的动物啊 让她更加的生动活泼 咱们是不是特别想看丑与婆婆画的一些作品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是她的毕业创作 其实我觉得画画可能并不难 但是难的就是我们持续不断地去努力 持续不断地去坚持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在画画的过程中 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大家只要你能够跨过那个困难 并且持续不断地去画 肯定是有收获的 你像绿刺猬啊 丑鱼婆婆这些同学 他们肯定也是在画画的过程中 你看这个就是他在毕业创作当中 就是搜集的一些素材 平时也会 大家如果平时看到一些好看的场景啊 或者说这个题材很好啊 你可以搜集下来 到时候你去画创作的时候呢 也会更加有这种灵感一些 我们常常说说的灵感 搜集你的灵感 这个呢也是他前期的一些作品 大家看一下他前期的一些 前期的一些作品可能也是会 画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对吧你再对比一下他最后的 这种创作的作品 你就知道他其实是跨越了一个很 很大的一个距离哈 这个是他早期的一些作品 而且他还会有一些尝试 就是我们平时用 我们平时用 防骨色做底色 有一次他就跟我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用茶叶 来去做这个底色呢 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 因为茶叶的颜色 它也是偏防骨的 所以后来呢 他就自己去尝试 用这个茶叶 隔夜的茶叶水 去 去上底色 果然颜色是非常非常润的 所以他是非常勇敢 勇于去尝试的 所以大家就是 你看到这些作品 你不要觉得害怕 我好像画不了 大家一定要去 勇敢的去尝试 其实你是能画出来的 只是说你没有 跨越那一步 好心里可能会有一个障碍 觉得画的也太好了吧 但是你看看他们 他们这些同学 他们也是一步一步 慢慢的走过来的 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对吧 你看从最简单的线条 然后慢慢上颜色 最后到后面的一些作品 这个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能够看得见的 是一步一个脚印 然后非常扎实的走过来 这个是一个茶叶的碗 装茶叶的 然后是用来做防骨的一个底色 你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种这种偏黄的颜色 就是用这种颜色刷出来的 然后它中间它有很多 很多时候啊 他也觉得 老师我画不下去了呀 怎么办呢 就是同样呢 我们每次在 就是大家上传作业之后呢 也是会给到大家一些这个 作业调整的一些方向 这个呢 也是他完全是他自己 自己去画的 想学的时间不够吗 悠悠 轻易悠悠 就是他在画创作的时候呢 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因为像临摹的话是 比较 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临摹的话 它的造型 它的线条 以及它的颜色都已经有了 已经固定好了 但是你相对于说 创作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步骤了 你看这里 它也有很多创作 它在创作这个玉兰花的时候 它跟我说 老师我好像有一点画不下去了 但是呢 经过它后面慢慢慢慢的调整 还是把这一幅作品给画出来 而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丑于婆婆的话 它是画了14幅的课外作业 我们课外作业是满分15分 它画了14幅 好 这个也是宋代的小品 光想看这个蜻蜓是吧 这个蜻蜓在这呢 然后它 不仅是会去 去创作 它还会想一些 其他的一些 这种特殊的一些技法 之前它就跟我说 它要画一幅这种 这个猫 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 比较喜欢画这种小动物 这个呢 也是一幅它画的 宋代的小品 这个绿葡萄 整体的色调是非常统一的 大家不要觉得特别难 只要你一步一步学了 你是能够画出来的 刚刚这个小猫的作品 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这个图片好像放不下了 这个呢 也是它 画的 然后 有一次 它画了一个主简 然后我就说 哎 这个主简上 好像可以写一些字呢 画面会更加的丰富 后来它就 真的从家里面 翻出了一些主简 然后在上面提了字 我觉得这个主简上 加了字以后呢 这个整体 就更加有氛围了 最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 创作的作品 也是你看 从搜集的一些素材 然后从画面的构图 一步一步哈 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再画成 这幅完整的作品 是不是觉得 大家也都能画出来 有没有信心 有信心的 敲个一 绿四位还跟我说 它还画的少了 它应该 绿四位是画的 九符号 也是非常多的 蓝月你后面有时间 也是可以画一下 好 这个是丑于婆婆的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紫锦 子锦呢 他也是 之前也跟大家说了 他的这个情况 蓝月的作业画了 也是画了特别特别多 而且也非常的好 今天 这个梅花我也看到了 像蓝月啊 轻易悠悠啊 大家都可以参加我们最近的这个画展 子锦不知道在不在 也是同样 咱们有创作作品的同学是可以参加我们一年一度的画展的 像子锦这张也是可以参加的 说不定我们就获奖了 对不对 子锦同学是在的 子锦同学最让我感动的呢 就是他平时也比较 大家平时也是比较忙 然后还要照顾家人 可能晚上画画的时间不多 也是要挤 然后要挤时间去画画 子锦同学你回答一下 这个呢 是他创作的一幅作品 他画的是一只这个猫 我觉得他的这个画面 非常的灵动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的这个小猫的眼睛 你看 直直的望着这个昆虫 有没有 很灵动 这个小猫的眼睛非常的灵动 然后这个猫 还有这个昆虫 以及这个蝴蝶 你看 他其实在画面当中 是一个这种三角形的一个构图 然后整体的色彩的搭配 也是非常好的 同样他也是做了一个防骨的底色 然后就显得这个花朵的颜色 非常的就是好看 这个花朵的颜色呢 大家看一下 它其实是从一个花苞 然后到盛开 以及到这个花苞 它是有一个慢慢生长的一个过程的 所以他的把这种花的一些不同时间的状态 都表现得非常好 从花苞 然后到这个慢慢盛开 最后到全部开放 花苞的这种状态 以及呢 这个枝干好 是有一个曲线 一个直线 这种曲线和直线的一个对比 小猫是想扑蝴蝶呢 还是想看这个昆虫呢 它的眼睛好 是盯着这个昆虫的 真的吗 有些是想扑那个蝴蝶吗 怎么我觉得它是在看这个昆虫呀 它的眼神是非常灵动的 嗯 我的建议呢 子景同学后面就是 可以再画一下这个小猫的这种毛发 因为小猫的毛毛发呢 它是非常非常细腻的 所以它画面的一些层次 层次以及木色 它是需要很长时间 花很长时间去 就一层一层的渲染的 这个颜色的层次 可以再去调整一下 这个画面我觉得还缺一个 缺一个印章 可以盖一个章 可以提一个字 提一个款 然后再录一个章 就更加完美了 咱们再看一下子景同学的一些 课外的作业 然后子景同学呢 它是在还没有开课的时候 就已经自己在练习了 这个是它在开课之前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是不是进步非常大 这个是它在咱们上课之前 因为它离开课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它就提前去买了材料 然后自己去练习 这个呢 也是它前期的一些作品 我还是想给大家再看一下 它的这一幅出水冰 你看这种线条的 这种细腻的成果 然后这种叶子颜色的一些对比 这个呢 也是一幅小品 刚刚有一位同学说 画一幅工笔画需要多长的时间 如果你是画那种尺寸比较大 内容比较丰富的话 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如果画这种小品 比较简单的 这个相对时间来说 就会比较简单一些 这个画多长时间 也是风景一段的 有些同学可能时间比较多 那它就可以等画面干净了以后继续 有些同学可能还是比较短视一些 因为大家时间都不是特别的缺乏 这个也是它在创作这一幅作品的时候 上场的一些故事 也是画了很多 然后最近又画了这个 笔法山鸟图以及红白浮游 那以上呢 就是咱们重景一段的一些作品 自己同学他因为 中间有一段时间是 确实是比较忙 后来我找到他的时候呢 已经 已经就是离毕业的时间 是特别长 然后他就一直坚持 一直坚持 不仅把毕业作品刷出来了 而且还画了很多的事外作业 有一个人画的特别好 就是没有 没有都画完 是不是 咱们班同学呢 还有像竹子呀 以及支飞即舍呀 他们支飞即舍 他是因为生病了 所以他就耽误了 因为支飞即舍的话 他也是一直有在画的 然后画的也特别棒 但是后来 就是生病了 住院了 所以就导致这个毕业作品没有完成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后面还是可以再继续画的 这个是子锦同学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面团的 这个创作 是的 耳声的话 他好像在 他家在搬家还是怎么 嗯 有些耽误 咱们来看一下面团的 这一幅作品 面团还在不在呢 因为面团的话 他之前也是学过果画的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 也学习了书法 诗书画印啊 整个画面是不是给你一种 像鼓 带了 给面团打抠 他用的是一个团扇 这个团扇呢 他和其他同学不一样 他是用的捐 用捐 捐和宣纸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捐的话 他表现的会 更加的细腻一些 书法写的真好 看出来了 给大家看出来 欢迎招歌 扇子的话 它其实也是需要去构图 以及勾线的 这个工笔呢 它是从 如果要创作的话 它是要从构图 画面的构图 整体的布局 然后再去勾线稿 最后再画到这个扇面上 然后再去上颜色 它是有一个步骤的 所以 它的整体的颜色呢 是 非常的 雅致 非常的雅致 然后 同样的呢 它也是 注意到的这种细节 从 这种 花瓣 花包 然后 刚刚开放 然后到盛开 它是有一种 节奏感的 是慢慢慢慢盛开的 你就感觉 这个整个画面 它不单调 它是非常的 简约 它不是简单 是简约 面团的这个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 就是 希望它再去 多画一些细节方面 比如说 就是整体的这种 色调 以及 这种层次的关系 这个是一个团扇 能不能放大 放大一下细节 放大一下细节 画人物 可以啊 你最近有没有练习呀 之前说的画 87神仙卷 最近有没有再画呢 咱们 画了花鸟的同学 是建议大家 可以练习一下 人物的 人物的 人物的话 可以先从稻子墨宝 以及 87神仙卷 开始练一些线条 因为人物的线条 和花鸟的线条呢 它又 会有一些不同 人物的线条 会比较长 你像 画这种 小品的话 它的线条 是比较短的 怪不得面团 谁才也那么好 面团是全材 花鸟 人物 血液 样样都好 对呀 绿四位 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画人物 画人物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 先去练习 人物的线条 然后再去 练习一下 勾线 灵犀 灵摸一些 古代的这种 视女图 视女图 也是可以的 但是人物的话 它比 花鸟 话来说呢 它的造型 会更加的难一些 因为人物的话 它的 五官呀 头部呀 以及手部啊 会有一些动态 所以相对 这个花鸟来说 是比较难 但是大家已经有了 这个花鸟的基础了 你就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画人物的 真的吗 这是给咱们面团的建议 咱们再来看一下 面团的作业 好不好呢 刚刚我之前也跟大家说到 面团它的特点呢 就是线条用笔很肯定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 连棚的勾线 看一下嘛 看一下嘛 它的线条的勾线 你看 基础是非常好的 面团的基础是非常好的 因为它之前也是学过 写意嘛 然后线条这种 运笔是很稳的 很肯定的 感觉看起来非常的舒服 因为线条的话 主要是要看它的 我们工笔会画好 虽然说是画面颜色 但是最主要的 看功力的地方 还是从这个线条去看 从它的线条用笔 以及这种流畅度 这个是连棚 就面团它的特点 它就是颜色上的很细腻了 颜色很细腻 这个是连棚的一个 最后的一个完成图 很润 颜色很润 然后这种地方 衔接的地方也是 被过渡的很自然 咱们再来看一下它这幅小猫 这个猫它的眼神 你看也是 非常的这种 有杀伤力的 有没有发现 其实为什么要大家上传这个作业的这个过程图呢 也是让大家就是以后在翻看的时候 咱们是如何一步一步就是进步的 也是见证自己的一个绘画一个学习的历程 欢迎荣树下的仰望 这个呢也是它画的一幅创作 是玉兰花 也画了很久 也画了很久 中间也有很多次的调整 这个呢也是画在团扇上的 你看这个面团的这个书法的功底一下就展露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这个也是一张小品 明年还有 明年还有公比课了 最近他又画 想画一幅这个宋代的小品 因为很多同学都画了这一幅 因为宋代的公比画是值得我们一学再学的 它里面有很多经典的构图 然后颜色 以及这种宋代 我们知道它是非常讲究一个理的过程 它是格物置之 就是它非常求真的一个过程 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去领摸一些宋代的小品 好的 现在呢就是咱们面团的作品 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木土同学 这一幅呢是木土同学的作品 它画的呢也是关于这个玉兰画的一个创作 它选择的是一个冷色的背景 然后呢刚好这个鸟的颜色它是暖色的 所以它的整个画面会有一种冷暖的一个对比 因为鸟嘛它是画面的一个主体 所以呢它会在这个冷色的背景下会更加的突出 我给木土同学的建议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画面一些虚实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种花瓣呢 它其实是有虚有实有强有弱的 就是在这一方面还可以再去加强一下 然后它的这个秒你看 再放大一下细节给大家看 它的细节也是非常多的 你看这种眼神 对吧 然后身上这种绒毛 这个地方呢还要给大家提到一点 因为在工笔画当中 白色是特别不好画的 因为白色画多了它就容易厚 就咱们画工笔的同学就应该知道 白色是非常难掌控的 因为白色它其实是用一种特殊的材料 叫做隔粉 它是磨蹭的粉 所以呢它的颗粒也是会比较大 白色比较难以掌握 所以大家后面用白色的时候 就是可以在表现的更加细腻一些 如果白色多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本质会比较厚 好 这一幅是木土同学的 咱们看一下木土同学的 她的一个之前画的一些作业 大家有没有发现她练习了好多张线条 她练习的线条是最多的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因为线条在工笔画当中是非常讲究的 她练习了很多 这个呢也是红白芙蓉 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颜色还是很漂亮的 小布朗博我对好多都感兴趣 小布朗博是不是现在就小花了 这一幅呢是咱们二期画的一个 也是一只猫 二期画的一幅作品 整体的色调也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呢也是她创作搜集的一些素材 这个她创作的时候 她是画了两种色调 一个绿色调 一个蓝色调 然后最后呢她选择了一个绿色调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孕儿同学的作品 我们画小动物 画猫的同学比较多 有三 有两个同学画了猫 然后有两个同学是画了这个鸟 这个是孕儿 孕儿哈 我的南方普的话又暴露了我 她的这幅作品 她的空间感是处理的很好的 然后呢 这个小猫回望这个蝴蝶的动态 回望这个蝴蝶的动态 之前咱们子锦同学她也是画了一个 小猫看一个昆虫 然后孕儿同学呢她是这个有一个转 这个猫她有一个转式 她的眼睛是盯着这只蝴蝶的 就感觉 这个小猫突然发现了一只蝴蝶 从她身边绕过去 然后她又回看着她一眼 这个动态 动视是非常好的 这个蝴蝶呢 应该是飞到这个花上面 飞到这个花上面 它是一个 你看 它是一个眼神的一个动态的关系 因为这一期的话 我们在画现代创作的时候 是用到了这个 画到了这个小猫的题材 所以大家可能会更加 喜欢去画这个猫 猫在我们生活当中 也是大家就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给蝴蝶同学的一个建议呢 就是她在画颜色的时候 希望她能够更加细腻一些 可能时间比较紧张好 我画的有一点点急 其实画工笔的话 她是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去画的 而且在颜色上也可以再加强一下 做颜色的这种虚实的对比 小猫呢 因为它是用到了一个丝毛的技法 丝毛呢 它真的是要画很多遍 如果我们很多同学都已经画过 之前有那个 画过了形成埃的那种小猫 就知道它其实比较难画 这个小猫的毛发比较难画 而且它的层次变化上也是比较难掌握的 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 还可以再画一画这只小猫 因为像猫啊 小狗啊这些它也是 咱们在花鸟画当中 会经常碰到的一个题材 咱们再看一下 孕儿童学的作品 这个呢也是它之前练习的一些线条 这个大家猜到是谁呢 猜一猜这个是谁 这个人是谁 有没有人知道呢 就是这个是它 它在里面唯一一个画的人物 这个大家 对 诚意 我已经忘了那个叫啥来的 之前那个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叫啥来的 哎呀 我一时直接想不起来了 它是咱们三期同学当中唯一一个画了人物的哈 人物的话大家也可以去 现在可以慢慢的去尝试了 blah blah一大堆 好 这个呢就是孕儿同学的一个作品 小水之道 哦 对 因为小水之前好像 稳过它 什么时候来个公开课 公开课的话是定在这个 这个月的月底 希望大家有时间 到时候会通知大家过来听哦 对 已经给大家安排上了 好的 那我们就讲到了 最后一位同学 最后一位同学的作品 是温柔毒药的作品 它的作品呢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圆形的构图 等一下哈 我还没讲完 画了一个 这种圆形的构图 画面的这种层次感还是 表现的非常好的 空间感也很好 然后把这种花朵的这种 纯白无邪的感觉 表现出来了 然后我给他的建议呢是 就是画面哈 就是调颜色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用吉祥颜采的话 也可以把那个颜色 稍微调的再均匀一些 因为里面会有一些颗粒 与杂质的话 它会影响到画面的一些 这种细腻的程度 大家是不是迫不及待想抽奖呢 这个的话 就是从画面的这种层次上哈 就是花瓣 花朵的层次上 还可以再加强一些 因为花朵的话 我们把这个 这一块的主体可以强调一下 那如果是这一块的话 就是可以减弱一下对比 让它有一些强弱的变化 咱们再来看一下温柔 温柔毒药同学的这个作业 它也是画了很多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它就是画了这个老虎 大家有没有发现 看到这个老虎了吗 我给大家先看一下 作品图啊 作品图啊 作品图 作品图 这个老虎有没有看到 这个老虎它画了很多心思去画的 而且这个老虎的尺寸有 就是四开画吧 那么大 然后你看老虎它其实是比较难画的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细节 你比如说这种眼神的处理啊 这种毛发的处理啊 这种色调啊 整体的色调都是比较难的 所以它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画 有没有被它震撼到 努力耕耘还是会有收获的 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就是困难 画这个的话真的是需要有耐心 然后持久 持续的去画 像画工笔的话 不像画写意 画写意的话一笔哈 画工笔的话这种细节你要一点一点去染的 不是说我全部一下就能染完 这种细节的地方要一点一点去染 一层一层的去加 像这种毛发要一根一根的去勾哈 这个是它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然后最近呢 它也画了一个 其他的作品 小猪猪 就是工笔让你就是画 画下去吧 就是你能一直在那里画 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仿佛时间都已经静止了一样 好的 以上呢 就是咱们工笔班同学的毕业作品 已经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给咱们每一位画了毕业作品的同学 刷一个鲜花 怎么样 恭喜他们毕业了 虽然说是毕业了 但是呢 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画下去 因为绘画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我们画呢 只是说完成了这一阶段的胜利 往后呢 就是大家可以再互相的去学习 我们可以同时平时呢 可以多多的去交流 大家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 以及你在绘画上的一些想法 其实是可以和大家交流的 我觉得交流的话是能够更加的 让人进步的 电话刷起来 我能不能刷个鲜花 我这里好像不能刷 手写的鲜花 就请咱们以上的这几位同学 到时候联系一下班主任 把这个地址发给班主任 我们会把这个奖品统一的邮寄给大家 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的 就是咱们幼化的年展 你像绿刺猬啊 然后面团啊 紫紫瓶啊 丑玉婆婆啊 温柔毒药 木土以及韵儿 他们都已经有了这个 创作的作品了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演展 你看独立创作的作品题材不限 我们现在就已经有现成的了 而且我们每一次画的这个毕业作品 都是有上传的这个作品的固质图的 我们可以参加一下 而且呢 这个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厚的 面团呢 面团可以参加 还有绿刺猬 然后你看获奖的第一名有 这些 不仅有这个现金啊 还会有课程的带金券 为啥呢 马上就要到我们的圣诞节了 圣诞节给大家带来了哪些的福利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去报名单个科目的话是9.5折 然后如果联报是两个人的话呢 是8.8折 但当然是我们的很多的老学员呢 就是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联报的话 就是8.5折 然后还会送下面的这些少儿美术的课程哦 这个是非常的优惠的 听动不如行动哈 刚好是有一个这个福利的 这个是咱们明年2021年的这个老学员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福利 老师的年展有吗 主要是为同学们举办的年展 参调一下没问题的 说不定就获奖了吗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对 现在呢到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咱们同学还在不在了 现在是要抽奖吗 现在的同学请敲一个6哈 我看一下 现在是到了抽奖的环节了 抽奖呢又开始兴奋起来了 哈哈 路过的鱼鱼子井 然后春枝柳面团 楼树下的仰望霞 咱们同学都在了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是抽取 两个幼化的我们最新的一个财力 那我们抽奖的方式呢是看图 看图说成语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呢 哈哈不会太高级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能够让大家猜出来的 准备好了 那我就来了 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到了 现在看一下自己的网 网速好不好 现在是拼手术的时候了 哈哈 现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网络 有没有问题 上次咱们咱们在六七抽奖的时候 乌塞云就中了两次奖 我觉得他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今天他可能没有来 其他同学可能就是 运气会更好 好 那我那我开始放第一张图片了 好 准备好了的话 好的 这个好 这个是猜一个成语 是不是很简单呢 已经来了哈 可能有些同学网速会慢一些 有没有猜到这个成语呢 我给大家一点提示 你看这是一颗心 好 我看到了是 春枝柳 春枝柳同学 我先截一下图 我先截一下图啊 这个 这个图片呢叫做握心肠胆 他的手上握了一颗心 这是一个胆 握心肠胆 有没有猜出来了 第一个猜出来的是 春枝柳 春枝柳呢 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班主任老师 然后获得咱们幼化最新的 台历一本 有没有猜出来 小影有没有猜出来 还是比较简单吧 不难吧 春枝柳同学 可以联系一下咱们的班主任啊 下一个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 就大胆的猜出来好 大胆的猜出来 带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 稍微想一下 小影说我只适合做难题 等一下这个题呢 可能还会再难一点点哦 好 好的那你们准备好了 我就放第二个图片了哈 大家 开动你的脑筋哈 看看这一张图片 有没有人猜到 这个图片会稍微的难一些 发挥你们的想象 天呐 侠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侠太厉害了 侠 大家是不是还没有反应过来 侠你可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了 恭喜咱们的侠 恭喜咱们的侠 侠可以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哈哈哈哈 侠太快了 侠太快了 这个是百分之一嘛 那就是百里挑一嘛 那就是百里挑一嘛 相当于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好 好 春之柳和霞好 以及我们今天 嗯 毕业破奖的同学 就是 把联系一下班主任老师 到时候我们会把奖品统一的寄给大家 得奖的都不是国画班的 国画班的同学 没事的 因为我 我后面还会给大家抽奖的 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三期的毕业典礼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希望 就是咱们的同学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你遇到了任何的困难 都可以找老师来聊一聊 或者聊一下你最近 在绘画当中遇到的一些困难 或者说一些困惑 都可以去聊的 不是说我们毕业了 毕业以后就不能去聊了 不是的 因为我们幼画是一直都在的 一直会陪伴着大家 今天不露一下脸 好的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呢 小野你怎么知道我有一个有小酒窝的 对我我今天真的是一个人在这儿跟大家聊聊了两个小时也是非常的开心 主要是咱们班同学的作品 这么优秀 面团 以后咱们还可以再继续交流 画了人物以后 还想再看一看你的作品 祝同学们一切都好 不仅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画画上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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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然后二零二一年马上就要来了 希望大家在二零二零年一切 幸福美满 生活安康 嗯 谢谢也是谢谢大家就是一直以来的陪伴 嗯 因为就是每次看到大家在 嗯 绘画上有进步 我们老师也是非常开心的 咱们 嗯 同学就是如果想 有其他同学想要 学公别哈 或者说是学习写意的话 也都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你看很多同学他们也是都是从这个零基础 然后一步一步画到今天这种完整的作品 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的 简易学了画水彩的树不用齐形 虽然面团就是已经 嗯 嗯 的基础已经非常好了 嗯 嗯 这个画展哈 这个画展还是 嗯 再给大家就是 啰嗦一下哈 时间是12月20号 还有几天的时间 还有几天的时间哈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参与 那没有问题我们就下课啦 大家可以再来再来 谢谢大家 大家可以在这边 我们的问题 谢谢大家 现在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